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09连舞神团封印吃优的一个比赛 那观念方就是这一连209连舞神团的冠军 曲浮孔妙 那曲浮镜 这玩意儿咋带了个冷约呀 什么东西你带个冷约啊 靠家伙冷约这个刀确实好看啊 确实好看 但是你这是有点看不起石油了吧 狂啊 只能是一个字 狂 那曲浮今天还是女儿武装大堂加神木 再配合一个化身寺啊 基本就是212的一个配置 打石油都是212啊 单点的也好 面伤的也好 基本都是212 2000开刀啊 这个输出是够的 哪怕是冷约啊 伤害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打到涅槃重生 无非就是一个地厅的问题嘛 也没别的事 就是一个地厅的问题 2400 前边呢 就一个一个把对面点死就可以了 曲浮孔妙的话 也是有十个月没封用过石油了啊 你别说这算来算去 也有点成了啊 曲浮今年是拿过两个复战冠军之前啊 这连先不算的时候之前拿过两个复战冠军 分别是今年的一月份和二月份呀 那老早了 十个月之前啊 这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 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呀 哎呦 今年还有12天啊 马上就2024了 哎呦 突然有点小伤心啊 那哎 官大王化生死直接被咬死了 啊 这奢比斯也能杀人的呀 侵蚀陷阱 一把刺行直接救起来 啊 再来一个金金啊 基本没什么问题 回头化生死再给鸟村回口 也就没 没什么大事了 再给鸟村来一口 继续扫 杀对面的月子 我冷月是帅 后头再给舍一把 也也也是有十个月没拿冠军了啊 今年总共曲腐是 算上这个呢 就五个冠军了 三个五神弹 两个群星不落啊 当然还有六个亚军 这进决赛的概率啊 曲腐是最高的 说白了 就能进决赛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啊 那冠军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对吧 大家就是猜心思嘛 猜心思 猜阵容 猜阵霸 猜对了 这个冠军就好拿 猜不对了 你这个冠军就是不好拿 所以说 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边 这也就今年的常规五神弹就全部结束了啊 那剩下的时间就应该是 他们应该着手就是年底的 以及明年月初刚开始的一个五神弹明星赛 该着手这么一个比赛 对面今天好针对这个化身赛 五神弹明星赛 这也是他们每年的一个重头大戏 破血狂攻 哎呦对了 年底还有一个群雄逐鹿的年度赛呢 对还有个帮派的年度赛呢 帮派联赛现在搞的也非常的火爆的 还有个帮派的年度赛 哎你别说这年底这比赛还有点多呢 年初就没啥比赛了 年初的话 因为群雄逐鹿的话 每年的一月份二月份是没有群雄逐鹿的比赛 群雄逐鹿是从三月份开始 所以说基本上 年初那会儿就没什么比赛 一会儿后土就把自己给舍死了 卡哥回来回溯 把困难王神木灵再咬死 感觉打面伤的速度还是快 一死一大片 这得一个一个慢慢点 拨一口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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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土还没死 看来这强梁不行啊 对吧 你看这强梁 这没想知道后头多长时间 这个月子血多 月子血多 不知道明年这个五神坛格局又是个什么样子 主要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阵容和玩法吧 现在确实国标太强势了 而且宙师被削弱了以后 五宝灵并没有 五宝灵并没有消失 上场的频率依旧不低 但是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五宝灵都没那么好打 五宝灵没那么稳 很多比赛五宝灵都是被推掉 甚至差点被推掉啊 就是五宝灵打国标的时候 明白吧 就按理说现在就五宝灵比较刻国标 但是很多比赛就国标 都要反推五宝灵了 所以说现在五宝灵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了啊 对面后头也是终于把自己换死了 灵最后给了月子 来了一把将近三万的射神 再把大藤咬死了 这其他人还没动呢 啊 你要知道 关键方一直是大藤 加什么灵扫 什么灵单抽 其他 其他的怪动都没动呢 终于知道 为什么大家做任务不喜欢探大藤了 这家伙 做任务效率确实低 不过没有了那个厚土的舍身的话 这杀起来也就快了 女儿再来个酒 把月子杀掉 今天祝隆也上门了 看看下一个杀谁 杀公公 我把月子杀掉 这一把红枢 你看着啊 这这这这就简单了 少一个谁子 直接逆进 地厅缓出来 祝容 这回杀祝容 但地厅被带走 这个太尴尬了 这一个狠扫过去 祝容不也没了吗 这回不换地厅了 一个狠扫 祝容没了 但有一说一啊 你它是冷月 但它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一百级的武器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 不强化的 以前最早期啊 不强化的一百五武器 也是有原始造型的 最早期那会儿啊 现在不知道改没改 就像一百四一百三的这种 你不强化肯定就是 九十一百的造型 但是一百五的 我不知道改没改啊 但是我知道以前 有一百五的那种 屠龙和冷月的 最早期是有的 现在一百五的有没有 我还真不清楚啊 但是我知道一 一百三一百四 一百二这些装备的话 你如果不强化的话 还是那个 小光造型啊 还是那个小光的造型 它可能是冷月啊 但 大概率也是一百三 一百四的武器 也不可能是个一百的武器 再来一把金青 把全面一杀 观察方差不多 这边就可以继续换敌厅了 武装再偷一个酒 一刀送走 该起火焰伞 该换敌厅了 剩下最后一个设比师了 主咒之烧 看一下对面的血量 四千二 还有两万左右的血 这三颗 这三颗 打了一下又吸回来 再种种之双 这血越来越多了 再来 踩干脚 神木保底啊 一听 一听 俩够了啊 不用太多 有俩够用啊 哎呀 还换了三个 再多也没什么意义啊 能出手一个就够 不能出手 出一堆也没用 素极精神 你也只能保一个的 你也保不了太多了 小四海 再换 愣是换了五个地精 再来一个小四海 多极精神 保的是二号位 太长 先来个倒光剑影 再起个风 把射比斯 直接杀掉 念盘重圣 倒光剑影 一滑了 不最后也就剩下一个 要不说这输出那么多 有时候不用啊 输一个够了 输一个够了 起个风 方便给地厅夹阵力 别被人家带走一个呀 带走一个 可是又被封印了 关着玩笑 速度也是比较的快的 一个地厅 这直接就结束了 直接就结束了 这是个顾上地厅 怎么打的都一样的呀 终于不一样 没了 续剑再沾一个 剑射 这得掉两圈血啊 还得再掉一圈 这地厅打的次数不太够啊 但还是结束了啊 也是恭喜 徐福古庙 在今年啊 最后一连的五十坛 成功拿下了一个 冠军 今年也算是 划上了一个 比较完美的句号 跟他们年初设立的目标 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但今年五个冠军 也足以证明 他们的强纳了 拜拜